最新小小带您关注原污资金来了 就在乌克兰积极反攻俄罗斯之际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6号上午突然造访基辅 预计将会停留两天 这段期间包括会晤总统泽伦斯基 还有外交部长库列巴这些高官 随行的国务院官员表示 布林肯将在这一趟基辅行宣布一项 规模超过10亿美元的原污资金 为乌军的反攻注入新的动力 同时也会针对谷物出口替代通道 战后经济重建 反攻的最新进展等重大议题 跟乌方展开讨论 希腊民众现在真的可以说是水深火热 上个月底才经历欧盟 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 紧接着低气压风暴丹尼尔来袭 致灾性的暴雨也导致部分地区被洪水给淹没 临近的土耳其保加利亚也传出灾情 目前三个国家总计至少五人丧命 土耳其受到洪水影响 第一大城伊斯坦堡的街道都被雨水淹没 同样在欧洲的保加利亚也受洪水侵袭 已经撤离数十人 不过灾情最惨重的莫过于希腊了 人泡在大水里试图不让花盆被湍急的水流带走 但水流之强连吉普车都无法在路上通行 而居民也只能无奈地看着摩托车被大水冲走 希腊在当地时间4号遇到暴风丹尼尔侵袭 据希腊国家气象局表示 部分地区在短短两天内累积雨量已经高达75.4公分 创下2006年以来的记录 如此不寻常的雨势也是受到极端气候的影响 希腊这次大雨接连淹没中西部地区造成死伤 在这之前希腊裁钢基领欧盟有记录以来 最大野火至少20人因而丧生 难以计数的民众财产复制一句心痛万分 总理米佐塔斯基表示 在气候变迁下往后的夏天 民众恐怕还会面临更艰难的处境 欢迎新闻方验之综合报道 欧洲正面临最严重的难民危机 根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到欧盟 挪威和瑞士申请庇护的难民 已经超过50万人 而这还不包括因为战争被迫移居的乌克兰人 波兰电影绿色边境 五日在威尼斯营展举行首映 描述来自叙利亚和阿富汗的难民 想要逃往欧洲 却被卡在波兰边境的故事 不过这些场景 并不只是存在于虚拟的电影画面当中 而是正显灵灵的在现实生活中上演着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有超过50万人 向欧盟、挪威还有瑞士申请庇护 是2016年 叙利亚爆发难民潮以来最高 这当中还不包含因为乌俄战争 而移居到欧洲的乌克兰难民 像是位在意大利外海的领导 拉姆培杜萨 每天都有几十名 甚至几百名的难民 乘船抵达当地 英国政府也指出 国内庇护申请的数量 达到近二十年的高峰 过去一年内 有大约七万八千名非法入境的移民 向政府提出庇护申请 与前一年相比暴增两成 另外还有十多万人 正在等待申请结果 使得相关部门倍感压力 不过这些蜂拥而至的难民 在旅途过程中遇到的险境 更是令人难以想象 欧盟表示目前叙利亚人 依旧是到欧洲寻求庇护的最大宗 而且还2022年同期相比 增加了将近一半左右 其他则有来自阿富汗 土耳其 委内瑞拉的民众 若按照这个趋势下去 欧盟警告到了今年年底 难民数字恐怕会突破100万 华语新闻黄玉军综合报导 在巴西的南部 南大河州当地时间5号 遭到了温带气旋的侵袭 大雨让河流迅速泛滥 洪水灌入到了城镇街道 目前之道已经造成 至少22个人死亡 多人失踪 还有大约6000人被迫撤离家园 大街烟成一片汪洋 居民划着小船赶紧避难 温带气旋重创发熄 造成南部地区南大河州 多人伤亡 大雨让河流泛滥 南部小镇牧孙尤其灾情严重 全镇85%都被淹没 居民只能在屋顶等待救援 许多居民一夕之间 失去所有家当 欲哭无泪 不到24小时内 这场细旋在当地降下 超过300毫米雨量 大约6000人被迫撤离家园 巴西总统鲁拉 已经指示全力救灾 根据统计 全巴西有将近1000万人 居住在洪水高风险地区 尤其许多房屋都是违章建筑 如果洪灾来袭更显脆弱 环宇新闻徐浩铭 众航报导 好同样是东南亚国家 2023年印尼旅展台湾的观光局 率领了观光业相关协会 29人一同参加 来向民众推荐台湾优质旅游 根据观光局的统计 今年1到7月印尼来台旅游的人数 达到11万人次 希望藉由奖会来多项活动 吸引更多印尼民众造访台湾 以加速扩大吸引国际观光客方案为活动重点 印尼空巴士旅展台湾馆 欢迎民众体验试喝珍珠奶茶 还有维格饼家绿豆糕DIY活动 现场也结合了台北101夜景 让民众拍照打卡留念 台湾观光局率领观光业相关协会饭店饭首领饮品业者 共29个人向印尼民众推荐台湾优质旅游 为立平驻台的观光人数做好准备 根据观光局的统计 2023年1月至7月 印尼来台的游客人数达11万人次 以恢复至疫情前2019年同期的九成水准 希望业者安排旅客来台湾旅游 同时长中与华航也推出了优惠的机票 我愿意去那里 因为我愿意去台湾 那是天空海 因为天空海 我可以看到天空和夜空 而在我认为这地方非常好 由于印尼是全世界最大的穆斯林国家 为了吸引更多穆斯林朋友体验台湾之美 此次旅展邀请中国回教协会穆斯林专家 介绍台湾最新穆斯林旅游资源 台湾馆还轻心地安排 元宵节折纸登楼发明者 洪欣富老师则带来首创的台湾 立体书DIY 希望能够透过这次的分享 促进更多人对台湾的好奇跟热情 即中国世界拉拉队冠军台湾代表队 以热情的表演传达给民众获得了热烈的掌声 欢迎新闻赋予倩在雅加达采访报报 我们来带您来关心农业部长陈吉仲提告国民党台北市议员 许巧新的消息 消息传出之后 许巧新是直筹对决大喊还银来告 更批评陈吉仲的记者会只是让疑点越来越多而已 而他也会去反告陈吉仲涉嫌突利以及违反银行法 蓝白两阵营也开始开炮了 宏友宜要求政府彻查 柯文泽则直接喊话赖清德 问他敢不敢公布鸡蛋采购的所有过程 要告就来告 欢迎陈吉仲来告 向農委部长陈吉仲喊话 要他放马过来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水晓星等被告 等了好久 陈吉仲不要再去玩文字游戏了 你对于超司这家公司呢 就是让人觉得你特别的袒护 特别的呵护 特别的爱护 就好像民进党过去最高端那样 就算陈吉仲亲上火线说明 也灭不了火 徐晓星再度加码爆料 续产会向农业金库借钱付给超司 这过程可能已经违法 续产会涉嫌违反银行法 三十二三十三条 那第二呢 因为这个大股东是农业库 那所谓的这个陈吉仲 有没有图令超司的问题 也会一并的来告发 超司正义烧出越来越多问题 更成为总统大选攻防戒场 蓝板两阵营总统提名人 也对农业不开炮 政府司法你赶快启动吧 赶快还给人民一个很清楚的 这个公司到底有没有官商勾结的弊案 应该请赖清德明确表态 关于这个买蛋的这种过程 是不是一切合约 价钱是不是要公开 是不是高端一样 高端也一样 是不是要公开 这是说 柯文哲直接问他 请他回答 蓝板阵营紧咬超司 不让争议轻易落幕 继续带您关心 农业部长陈吉仲不满 被抹灰自己亲上火线开记者会 主动公开和超司的合约内容 强调没有图令业者 这个污蔑了所有的农业部门 污蔑了所有卫无不食药署的部门 污蔑了所有的防检疫同仁 这口气认不下 农业部长陈吉仲 亲上火线点名要告这两个人 这个当然是对个人极大的侮辱 所以绝对会对邱毅 用个人的名义提告这第一个 我也会对徐晓卿提告 他直接讲政府谋财害命 陈吉仲来真的 6号下午直接委任律师 对徐晓卿邱毅提起民事刑事告诉 陈吉仲部长来委任 那我们针对的是邱毅先生 暗犹是妨害名誉 那条文是刑事的加重诽谤罪 那绝对没有徐晓卿小姐所称的 政府有谋财害命的遏止行为之外 那我们认为徐晓卿小姐 必须为他的不实陈述 以及未尽合理查证的义务的行为 应该要负责 捍卫清白的决心不容挑战 因为上午陈吉仲还直接公开 秀合约当诊据 我要以超市为例 把所有的这些的金额全部的公开来 因为外界说 我们有没有补助这9家业者 当然没有 强调绝对没有图利特定厂商 超市依照原厂供应商的报价 先采购店款才能向中央处产会请款 至于退换或责任 业者自付 政府吸收的是曝光和管销费用 根本没有补助进口商 至于外界质疑 巴西卖到日本鸡蛋 每颗平均新台币3.8元 进口到了台湾 却要5.1元 政府被当成盘子 又怎么解释 超市进口蛋争议 舆论延烧 农业部火大 不满被抹黑 成了政治攻击焦点 就连鸡蛋专案进口贸易商 也跳出来联合发表声明 力挺农业部 到头来只能诉诸法院还清白 欢迎新闻双军 邱子玲台北报道 带您来关心政坛焦点 国民党的中正万华区立委 终于有人选了 今天在中常会上 正式提名中小平披战袍 中小平自己也透露 自己是领先第二名的 无配役5%到6% 但党内竞争者 应小微不服气 认为这是作弊民调 还说已经跟党中央 报备参选了 绝对会选到底 这让蓝营在中正万华选区 未占先内后 是比较复杂 觉得需要整合 分析北市立委选情 台北市长蒋万恩认为 要巴西权上不容易 而口中复杂的选区 就是中正万华 离经纷纷扰扰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终于下定决心 提名中小平 苦尽甘来 当然等待了两个多月 我们会急起直追 想要摆平内部的不满 当中央也拿出民调资料 以数据来看中小平的平均38%排抵一 郭兆元第二 至于应小微 则是垫底 国民党强调 这是经历两个多月的验证才底定 但应小微痛批 党中央用作弊民调决定人选 第一时间已被秒杀跟边缘 你提名一个快落选的人 然后满街被打不掉 我实在是有点想笑 现在的民调 我们这个是领先的 吾佩义第二 余美人是远远落后的第三 白皮绿谷余美人 中小平也没再怕 透露自己领先吾佩义5到6% 现在应小微不服气 还说已经跟党中央报备参选 我应该是就是会选到底 这是应该有的态度 我今天比任何人被提名 更有正当性 而且我规规矩矩 英小微这个同志 也谢谢她跟郭昭元的承让 我们才有机会承担这个大任去选 等到后面 她如果真的有来向党中报备的话 我们会请考忌讳 再来去了解状况 国民党强调 立委没法报备参选 也还没接获通知 蓝营中正万华的内战 还没结束 欢迎新闻 陈师兄李景强 台北采访报道 鸿海创办人郭台铭 最近是争议不断 昨天还对媒体发火一口气 骂了足足八分钟 甚至还说气话 说以后不再受访了 虽然晚间赶快改口 说自己笑嘻嘻 不过也让人再度看到 这霸道总裁的一面 而且是过去 郭台铭也曾经多次杠上媒体 甚至还气到怒撕报纸 我也是听说 那其实当然我 其实林正是非常的遥远 被点名是郭台铭的最美副手 林志玲现身这番话 显然已经给了软钉子 因为性格强势的郭台铭 曾经说过 搭档特质要是女性 没有政治色彩 希望互补能替他加分 复选人手已定 让外界猜不透 毕竟郭董一言一行 都是版面话题 但是我相信这么多媒体 我讲出来没有用 因为他回去都被剪掉 不会报 你们媒体有没有良心 我就不知道 前一刻大妈媒体不友善 下一秒又缓家 澄清自己没有生气 不过频频才点地方 甚至天天有公开行程 对2024的渴望不言可遇 心力的部分 我现在比较注重 至于说大家彼此在那边 这个角局扯黑的部分 我就让我们底下去应付 就这样 其实郭台铭刚上媒体 已经不是第一次 2017年6月22号 郭台铭曾在国际媒体前 当场把工商时报头版撕掉 今年8月22号宣布独立参选时 还形容新闻媒体是制造业 狂言作风多少来自于 大老板的傲气 自然争议不小 这个是郭董的个人风格 我们往好处想 就是他的个性非常的直爽 一般的政治人物 他即便不开心不高兴 他不会明哲跟你说 我不高兴 他会跟你SMA包来包去的 发言人黄世修出面缓家 强调郭董个人特色鲜明 向来是直来直往 但是镜头前被放大后 是反映真实名义 还是司马昭之心 民众各有解读 欢迎新闻宋军 邱子玲台北报道 好 接下来您看到财经早点 国际半导体展主办方 邀集了企业界大佬 来畅谈AI趋势 但外界早点都放在 台积电董事长刘德英 因为近期美国亚利桑那周厂 爆出了大批工人不满 引爆劳资争议 对此刘德英罕见接受联访 喊话大家别大惊小怪 美国厂还在草创阶段 要外界拭目以待 一级长者战一排 国际半导体展新光异议 台积电董事长刘德英 台上大谈AI宝石 下台市场关心的 还是护国神山 亚利桑那周厂报 劳资争议 管理员工踢铁板 Arizona我想讲两句话 大家不用大惊小怪了 在一个新的地方 在一个早期的建设的 这个Infrastructure之内 总是不可能像台湾这么顺利 州政府 市政府 还有community 还有民意代表 都一致支持 要帮助DSMC解决各种问题 几个礼拜其实进步的非常多 我想大家拭目以待 我们一定会把这个华尔街做得非常成功 销售边环露 美国厂按部就班 至于白粉刚拍板的德国厂 当地政府50亿欧元资助传出 因此美国晶圆代工厂格洛芳德 对台积电也空 主要的focus当然就是 automotive的这个industry 所以这个也是对于德国来讲 也是一个非常鼓舞人心的事情 因为德国的汽车工业 现在是世界这个迷惑 这个我们交给这个EU的 这个安卓信公司来决定 海外布局传闻不断 刘德英专程留下来回应媒体 至于被问到华为突破美国封锁 采用7奈米自研晶片推心机 对金融龙头台积电会不会构成威胁 这对台积电来说会有过程 那今天有看到台积电影吗 没有 这个不再继续看过 敏感议题刘德英没多做回应 分析师则认为台积电在晶片领域一席之地难撼动 加上AI助攻替半导体新世代增添成长动能 淮宇新闻周晨辉陈品珍台北猜谋报导 好 桃团原复兴区53处的自来水设备 竟然全部大肠杆军群检验不合格 怎么回事带你了解 滚滚山泉水透新凉 桃团复兴区的居民却因为台风和暴雨 接力暴到的影响衍生用水问题 台风天的光 对自来水会断掉 那我们自己的水源还是要有 简易了五六十块那种的 所以我多少还是 我是怕说那个底下很大的话 水会浊浊这样 街山泉水简单过滤 直接烧开就饮用 这是桃团复兴区居民的生活日常 对他们来说 一次备妥两种水源是基本操作 水道会堵住啊 堵住 一定要给你几块 就是因为桃团复兴区位在石门水库 水质水源保护区 不能开发 于是政府在自来水系统末端补助设置 简易的自来水蓄水池 偏偏大雨来容易阻塞 现在还发现53处的简易自来水 竟然有49处被检测出 有大肠杆菌的超标 一般我们三千水好了 会有点回甘这样子啦 可是如果是有加那个什么过滤 过滤啦还是什么之类的 那味道完全不一样了 过去其实也没有减益自来水 居民都是自行的去找水源头 自己接三泉水来使用 那因为三泉水 它是开放性的水平 它就很容易就会有大肠杆菌 煮沸 大家说我们就可以把大肠杆菌 把它杀死掉 那可是如果那个简易的自来水 你用来洗蔬果还是容易引起食物中毒 山上的简易自来水要收费已经很难推广 现在又有大肠杆菌的问题 原本想推动自来水系统 反倒成了卫生安全的把关不足 环宇新闻陈明燕杨戈里洛同 在桃园的采访报道 晚餐时间来看到 继连佐素食店推出了熬龙虾汉堡之后 全台市掀起了龙虾热潮 台北有业者选用浇西的黑潮龙虾 做成汉堡 双人餐1200块钱 还是吸引不少民众尝鲜 连日本串烧店也推出了龙虾海胆粥 海鲜满满满出整碗 就算一碗要价1500块钱 没有预定还吃不到 一整只大龙虾 裹粉下锅炸到金黄酥菜 加入现烤面包 再淋上特制酱料 大口咬下超级汁 因为它单价其实比较高 那如果其实有预算的话 当然是可以尝试看看 有别于一般龙虾 可食率只有37% 来自江西的黑潮软壳龙虾 整只都能吃 对切一人一半 感情不会散 两个汉堡1200元 不便宜 还是吸引饕客来尝鲜 一般的龙虾的话 如果以做汉堡来说 都是去壳 所以你吃到就是一种口感 就是软跟嫩跟甜 那软壳龙虾 它会像咸酥虾一样 它这个带壳带肉 就是软硬都可以吃得到 我应该就是也会选择 就是看这个 它们新出的这个口味 就是双人套餐 这样1200其实算还不错 对 而且因为我们也是第一次来吃 然后我觉得还不错 全台掀起龙虾热潮 先前素食业龙头 才推出熬龙虾堡 现在有餐饮业者接棒 砸成本 笔创意 端出各式龙虾料理 这两周里头 可是有满满的海鲜 蛤蜊 海胆 鱿鱼圈 还有主角 一整只龙虾 超级澎湃 黑潮龙虾 日本海胆 还不够 再加入蟹膏 熬煮成眼前这碗 豪华海鲜粥 咬起一口 满满海味 一碗1500元 有钱 还不一定吃得到 真的 它1500真的有点贵 可是我觉得 它端上来的时候 其实我有点吓到 因为它分量蛮大的 所以我觉得可能 1500的话 可能这样子的量 如果再找两三个朋友 一起分 可能就还好 每天限量三分 那基本上 只要有来的顾客 不管是新客 还是我们的老饕 就只要看到 我们有上新品 基本上是每天都玩售的 就连高雄小吃摊 也发挥创意 沙拉面包 摆上4盎司龙虾 让消费者 每一口都能吃到 肥厚弹牙龙虾肉 龙虾旋风 席卷全台 创造话题 也吸引人潮 怀宇新闻张缓 宣皇宣宣 台北高雄采访报导 最具爆点的正式内幕 攸关荷包的财经动态 解析社会万象 探讨国际大事 周一到周五 晚间十点请锁定 怀宇一把抓